假设是这个样子 OK 比如说我们momentum 我现在是在 我们之前写的这个都是x 对不对 空间上面的一个basis 假设我basis转换到一个momentum的一个basis 上面去 是不一样的basis 但是都属于这个p的话 那它的数值就是p了 OK 这个面称 记得我们之前的omega 假设作用在一个 它的basis上面 本来就是等于它的 eigenvalue 跟 eigenbasis 对不对 这个是 eigenvalue problem 这个也是一样 OK 只是我们的表达方式不太一样而已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可以计算x 我们用这样子来表示 那就很容易啦 你就会得到p 因为这个基本上就等于p 那后面就是x跟p 这个 好 这个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你看看哦 根据这个地方 x 后面是一个state p 那么是x 后面是个state p 那它会等于什么样 负i h bar d 后面的这个小p dx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phi呢 我是说它的状态 用p来表示 那边那个状态 用x来表示 我把这个呢 用p 写在这个地方 但是它是个momentum 那最后我投影到x上面去 ok 那我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这个一看呢 又是什么东西 好 没关系 我们先把这个记下来 这个形式很特别的是说 我们这边相当于一阶的微分 会等于自己本身 ok 好 那么其中 当然我们要记住一下 我们这个时候的定义是 ok 我们可以定义成这个样子 那因为这个p本身是这个momenta operator 本身的basis 所以呢 当然啦 假设是basis 我们呢 你两个不同的basis放在一起 它一定是要吻合我们的正交特性 ok 它一定是等于这个样子 它要等于delta 那这个正交特性呢 有些时候我们习惯性啊 我们不喜欢用p p位等于什么呀 h bar k 我们喜欢这样 那h bar h bar是什么 h bar是2π h k是等于什么 lambda分之2π 呃 不不 这个是什么 h除以2π 对不对 这是不是2π这样子 诶 我又没有算错 这个对不对 h bar是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消掉之后呢 这不就是deployed的概念了吗 对不对 好 所以就相当于说 我们这边整个呢 也可以稍微的改变一下 ok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momenta 在这个p的这个空间上面 我们来描述它的时候 它也像一个 Gauss的distribution一样 你把它拼拼凑凑 你就发觉 你可以得到跟前面的 一个很像了 不过这个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什么 delta function ok direct delta function all right 所以delta function跟高选 高选在哪边 又被我擦掉了 ok 我在这边稍微写一下 好不好 我将这个 高选呢 它是 5x 它有个宽度 ok 这个宽度 我把它超一下 pi delta平方 分之一 exponential 负 x 减掉a的平方 除以两倍的delta平方 这个就是这整条曲线 那现在呢 我们把它 momentum呢 来表示它的时候呢 它已经变成一个delta function delta function的特点是说 横坐标是p 重坐标是 5p 它会是怎么样 一个delta function 这个delta function的理论上是很short 但事实上呢 它还是要有个distribution 比如说 我们用这个来模拟它 ok 那 它的位置呢 就在零的位置 ok 那它要干嘛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不好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算一个东西 我们把这个phi 投影到p的空间上面去 把这个例子的状态 我们把它投影到p的空间上面去 投影上去之后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p 这边呢 我可以用x x phi dx 负无穷大 到正无穷大 也就是我中间假入一个呢 类似这样 你要是记得没有错的话呢 先前我们有个类似的东西 假设你是discrete i 我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是等于identity 假设是连续的 我就写成为 比如说x x dx 等于i 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你要记住 因为我们现在指的是 这个是无穷大 无穷 infinite dimension 它的dimension是无穷大 所以我们呢 代表它basis有无穷多个 我们就要把它改为积分 OK 所以这个是基本上的概念 我先把它擦掉了 这只是提一下而已 好 那我们来继续算下来 就把所有的东西通通 把它丢进去 这个呢 是phi 投影在x上面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什么 p 这本来是我phi 要投影在p 那我这个呢 可不可以把它想象成 p OK 我就把它看成两个 我用p的representative 这个phi呢 momentum OK 我把它投影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用x来表示它 那这个时候 我把这些数值 统统把它带进去 因为这个我已经算出来了 在最右边 带进去之后呢 我们第一个会形成什么 根号2pi h bar exponential i 负i p x over h bar 这个是 这个 OK 哦 抱歉 这边有个地方写错了 这个是phi x alright 然后这个呢 就只是我们的高选 对不对 所以它一定是 pi delta 平方 的 四分之一 exponential 负x 减掉a的平方 除以两倍的delta平方 of the dx 好 这个积分您算一下 它很快的呢 就可以写成delta平方 over pi h bar 平方 十分之一 exponential 负p平方 delta平方 后面的地方呢 我先把它擦掉 因为现在不用 OK 然后继续下来 除以2h bar平方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 非常快速的 我们就可以慢慢地理解 因为这是其中一项 所以你是否就可以计算 它在 momentum上面的不准度呢 你计算的话 OK 请大家下去算一下 它会等一样 这边我要快速的过去 又因为delta x呢 x上不准度 前面已经算过了 它会等于delta over 更好 我这边有没有留下来 在那边 在那边 delta更好 那这两个 我把它成绩起来呢 我发觉一件事情 我x 上面的不准度 跟momentum上面的不准度 但是我momentum用x来表示的时候呢 它会等于什么 二分之h bar 但是我们用高线来描述呢 是一个上线 是一个下线 所以真实的状况呢 都会比这个来得大一点 所以这个呢 就跑出我们很重要的 uncertainty principle delta p delta x 会大于等于 二分之h bar 好 那我们今天从一开始来 告诉大家 量子力学它所表示的 这个状态 跟它的probability呢 的本身的意思 那最后面呢 我们在不同坐标上面的表示是 我们把它集合算一下 我答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不好 那我们呢 要一二再再有三的回过头来看 到底我们算的这个东西 它物理上面的含义是什么 要不然呢 数学一直算啊 最后我们都搞不清楚 我们到底是在讲些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这次呢 先跳到第五章 1D的problem OK 我们下一次还会跳回第四章 那么我们先讲 最简单的case the particle in a 1D box 所以我们现在呢 是这样子的 X 这边是为难 我们这边是无穷大 这边是负的二分之L 这正的二分之L 假设有个电子在里面 请问一下 我们如何描述它 描述它的方式呢 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们就从哈密托尼亚找手 在这个保守力里面 我们这边并没有任何消耗的东西 所以我们很容易来描写 就是我们的哈密托尼亚 记住 我们的哈密托尼亚呢 在quantum mechanics 不是classical是这样的 对不对 quantum mechanics 我们用这个来表示 那常常呢 没关系我们就这样 它会等于什么 在保守力里面 我们上次已经算过 在卡式坐标系统里面 它们是动能 加上位能 动能是什么 p平方 除以2m p指的是什么 operator 加上位能 反正是one dimension 这样子就好 OK 那v又等于什么 v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在里面是0 在外面是无穷大 所以呢 我们这边会写 在里面是0 当x小于二分之L的时候 什么时候变无穷大 当x大于等于二分之L的时候 它是等于这样子 那我们描述这个例子呢 就用shorting equation来描述它 shorting equation 对一个time independent的 shorting equation OK 那我们描述它的方式 就是 哈密托尼恩 对着它的状态 因为我们不晓得 现在它的状态有哪一些 我们只知道它会有个状态 会等于这个状态的 eigen value eigen value代表的是什么 目前5 代表的就是个能量 因为这边是动能量 加上位能 对不对 好 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了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 要来操作这个哈密托尼恩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P会等于什么 P会等于 它相当于一个操作 所以哈密托尼恩 就会等于怎么样 它二M分之一 我写在这边 P平方 那是不是相当于 那个要操作两次 负I h bar D over dx 这平方 操作两次 操作两次的结果 我们直接写了 它会等于怎么样 两次的意思 就会等于负的 h bar 平方 D平方 D x平方 我们可以等于这样 OK 然后呢 再加上V x 所以呢 比较general一个做法 我们平常都会 把它写成这样子 假设是三度空间 我会把它写成 Laplace 再加上V of x 这个是3D case 这个是额外讲 因为现在都在1D case 好 这个有了 那我们就开始来操作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呢 把这整个operator 运作下去之后呢 相当于 假设 我用 extrobar来表示 那我就可以得到一个 无谓 function 它一定会等于 这样子 OK 这个呢 是由上面 这个算下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 操作的 我们要计算的 一个equation 这个是 它要整理完之后 才有标示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它是不是会变成 5 pc的 两次方微分 移过去 诶 等一下 v不见了 v不见了 所以我这边写错了 我重新写一下 因为这边有v嘛 你看看我都把它漏掉了 OK 好 我先维持这个样子 以前我们做的时候呢 我们根本就不管它 三七二十一 直接就把 schottinger equation写出来 但是呢 在我们 做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要决定 它的harmetonia 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才根据 这个eigenvalue的 这个proven 整个解下来 好 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就简单了 我们呢 很快的 就可以得到 这样子的一个equation OK 这个equation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看看了 因为vx 其中的v 有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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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是在 这个地方 叫做第一个region 这里面 叫做第二个region 这边叫第三个region 那我们就要按照 它不同的方式 第一个region 第一个region里面呢 v点无穷大 v点无穷大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要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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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到都可以完全不管e了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我们微方寻了 不太容易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要把它写成这个好了 1 等于0 x呢 小于等于负的二分之一 第二个位置呢 v呢 等于0 所以呢 我们反而变成会有一个equation出来 第三个region呢 也是一样 因为未能等于无穷大 它不能进去 这个应该是 大于等于二分之一 ok 他要讲 但是这样子呢 我们只能够用 scheltinger equation 描述三个区域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来解这个 二阶的微分方程 二阶微分方程 一解的时候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看 这个马上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解可以写成什么 a exponential 负 我看看 kappa x 加上b exponential kappa x 其中啊 kappa 我给他一个 就是等于什么 oh no sorry 这个地方 我给他k好 他要i ok 正的在前面 负的在后面 好了 比较有习惯性 k呢 会等更好 2m1 over h bar 平方的k 更好 这个很快速嘛 对不对 这个你可以用 用那个特征函数 先假设 phi 是跟exponential lambda x有关系的 把它带进去 你就求得到 lambda是长什么样子 最后发觉 它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什么 ikx 一个是负ikx 好 这里面呢 我们有两个位置数 这两个位置数 我们不晓得应该怎么办 因为 基本上我们必须去 把它求出来 我们才了解 那k又是什么东西 k会等于这个 是不是每一个地方 都会有k 那我们要决定 这个东西呢 我们必须要有 边界条件 这两个交界的地方 这两个交界的地方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v function呢 因为它是无穷大 所以一定要等于0 要不然的话 假设这个是有限值 比如说它是v0 比如说直到这边 这样子 v0 那么这样子呢 它就有机会进来咯 那假设是v0的话 这边不会等于0 因为v0 对不对 它就会等于怎么样 另外一个形式 那么这个时候 当然解决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在等于0的时候 很简单 在边界条件底下 一定要等于0啊 一定要等于0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把它 稍微算一下 第一个到第二个区域 就是怎么样 x等于什么东西 负的二分之一 这两个一定要怎么样 连续 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它等于0 最上面的那个式子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得出一个怎么样 不一样的一个解 那么你就可以 我看看 好 a phi在x等于负的二分之一 所以这个时候会等于a的exponential 是ikx嘛 对不对 ikx是等于负的二分之L OK 加上b exponential负ik 负的二分之L 负的二分之L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它最右边的解 它要等于什么东西 这边要等于0啊 我把0写在这边 第二件事情 再怎么样 第二个到第三个区域 也就是说 x要等于二分之L 所以我是不是又可以写出另外一个 也要等于0 因为另外一边它不准进去 所以我就有两个equation 我可不可以稍稍微再把它整理一下 你各位看看 这边有系数a跟b a跟b是我们位置的 但是里面的这些 现在位置都exactly知道 只是k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假设说 你把它写成一个 矩阵 它会等于什么 exponential负的ikl除以二 exponential的ikl除以二 exponential的ikl除以二 exponential的负ikl除以二 乘上ab 因为这个就是连力方程式嘛 你就是要解连力方程式啊 但问题是 这个连力方程式等于0 那怎么办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 在这种状态下面 前面的这个determinant 一定要等一点 这两个相乘 二分之L就变成L 对不对 减掉 这两个相乘 二分之L又等于L 要等于0 这个是什么 根据很简单的U的关系是 因为exponential i负的 会等cos负的 再加上i sin负的 把它带进去 你马上就发现一件事情 -2i sin的k乘上L 要等于0 好 i不会等于0 2不会等于0 唯一办法是sin要等于0 sin什么时候等于0 kl 一定要等于pi的战术 OK 好 那么这样看起来呢 n呢 有很多选择 n可不可以等于0 0的时候永远等于0 对不对 这没有什么 只不过0一看 那还有什么意义吗 0的时候 大家通通都是0 那就相当于 你没有way function 这个是很无聊的 先把它杀掉 那么它可不可以正负一 也可以 那正负一是什么意思 k是什么 k是what number 它要表达一个 它是2pi over lambda 我们希望表达一个波场 波场有没有负的 没有负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 再把这个负的杀掉 所以它是不是 整数倍就可以了 来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很快的 就可以求得出来 我们的way function 这个k呢 k等于什么东西 除了刚刚讲之外 这边有写个k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边 它会等于根号 它本来是npi 除以l 对不对 但因为它又等于什么 根号2m1 除以h bar 平方 有没有平方 有 所以呢 第一件事情 你还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 我们知道这个k啊 k本来我们来描述这个时候 就相当于我们有个平面波 来描述这个电子 结果呢 它竟然有个k呢 不是连续的 它是个怎么样 跟n有关系的一个系数 ok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在这个时候 这个e呢 也要等于它 就代表这个e的本身 也不是连续的 它是有个discrete 所以我们算了一下呢 我写在这边 1啊 可以写成en 等于什么样 等于h bar平方 over 2m n pi over l的平方 n呢 等于是吧 1 2 3 这样一直下去 好 到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继续下去 把它的v function 整个都求出来 也就是它的状态 但是这边马上就告诉我们 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ok 第一个 这个能量 跟着什么有关系 质量 反而电子质量固定 h bar 也是常数 n反而是整数 pi 常数 这跟一个l有关系 l是什么 这个box的宽度 这代表什么意思 假设n等于1 1 那你可以得到一个数字 对不对 我这边把它整理一下 好不好 它是不是等于h bar平方 pi平方 除以2m l平方 乘上n平方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我稍微整理一下 我把这个位能锦 画好 假设是这样 n等于1的时候 它会有个数字 这个数字 假设l是固定的 那么 它就会有个固定数字 乘上1 所以假设在这边 n等于1 所以这边energy 这边的energy 我把它除以 这整个的数目字 我先把它normalize 2m 这样子 那我这边有个状态 n等于2的时候 相当于4倍 对不对 它能量是不是在这边 OK 我不要画那么大 画那么大 到时候我画不下去 我画小一点 n等于1的时候 假设在这边 n等于2的时候 在哪边 在这边随便 画一个 n等于3呢 你就可以这样一直的画下去 对不对 它上面就有上面的能阶 OK 我虽然说不按照scale 大家将就这样的点 它变成这个样 假设我把l缩小呢 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有没有小一点 有啦 ok l呢 我把它说成小一点的l plump 那你告诉我 小一点的l plump 比如n等于1 永远是n的平方永远等于1嘛 这个是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这个数值不一样 这个数值不一样 那么我看看 我这边不应当成 我还是给它一个数值好了 OK 那我只是说 这个呢 就会相当于h平方 pi平方 over2m l平方 这个数值就会这样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数值乘上4 这个就是这个数值乘上9 OK 我会这样子 然后现在因为我l缩小了 比如说小是不是代表说 因为n的平方永远是1 那是不是这个数值就要开始变大一点 right 那这个数值就变大一点 那上面这个呢 也要变大一点 上面这个呢 也要变大一点 就你发觉一件事情 我在变小呢 是不是 我可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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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假设我们有个东西 我们把个电子夹在一个材料里面 假设我们假设这个电子 就是个自由电子 假设 你两边用个材料把它夹住 中间给它整空 放颗电子进来 就发现它可以存在的状态是这样 当我夹住这个东西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它那个存在的状况啊 一直往上拉高 一直往上拉高 这个呢 高度宽度呢 会一直的变大 而且假设我这边确实是有一定的高度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 我这里面允许的状态数呢 是不一样的 OK 是不一样的 它就会越来怎么样 越少 特性就会越来越不一样 所以呢 当我们在讨论一个材料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一个晶体 一个Crystal 它的大小是固定的 因为它有边界 对不对 我们有个边界 这边界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状态在这里面 假设我把这个Crystal一直缩小 一直缩小 缩小到一个奈米级的材料的时候 它的状态数呢 就会变得比较少 而且整会拉开来 这个时候它表现出来的物理特性 完全都不一样 有的人呢 可能呢 它做的方式呢 是真的把颗粒变小 有的人做的方式是 你长不同的薄膜 把中间这个厚度呢 一直的变小 所以不管你用哪一种做法 这里面的状态 都开始有所改变了 OK 你用最简单的idea来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有的东西呢 状态 到后来呢 我可以把状态逼到呢 只剩下一个 一个状态在这里面 哇 那那个电子就很奇特的特性 因为你所有的电子都在 这里面只能够放一颗 或者只能放两颗而已 它在同样一个状态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很多很新奇的行为 OK 像最近呢 在研究一个很热门的主题就是 它把两个绝缘材料长在一起 绝缘呢 长在一起之后 界面呢 变得超级导电 本来我们一个电子呢 你看看哦 我们常常都会说 一个电子在材料里头 跑的速度有多快 OK 但是呢 比如说我们在半导体里面 我们常常说 它跑的速度更快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它effective mass 质量相当于变小了 假设你的驱测力一样 你质量变小 是不是你跑比较快 就你在材料里头跑得很快 它在这个两个绝缘层的界面当中 跑的速度更快 好几千倍于 一般的这个金属里面的速度 哇 那这下子 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 就是说 你如何让两个绝缘材料 中间出现一个二维的 这个dimension 就电子在这里头跑的时候 速度怎么样 七快无比 OK 所以呢 这个是现在 非常热门的一个材料 为什么 有各种理论 但是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了解 虽然说这个不足以 比你所有的材料 的状况 但是你知道 当你越来 size变小的时候 特性真的都改变了 真的都不一样了 那你就要了解一下 它会怎么样 OK 好 像呢 前一阵子 其实最近也都发现 比如说金 我们知道它没有磁性 但是我把它做成金的particle nero particle 在某些状态下面 它会出现磁性 黄金是什么颜色 为什么叫做黄金 因为它就看起来 就像黄黄的嘛 对不对 我们里面有没有人 做金的奈米颗粒 应该有人做吧 里面没有人做过 它什么颜色 随便你要什么颜色都有 红色有红色 紫色有紫色 黄色 当然是有黄色啦 这不用讲 很多种颜色 你要是花了一千万 然后买一个紫色的黄金回家 只会被你老爸K死而已 对不对 但是因为它是奈米颗粒 所以它的状态不一样 牵扯到光的吸收 也完全不同了 所以它呈现出来的颜色 也不一样 假设光的吸收 一定是从这边跳到这边 那你告诉我 这个跟这个高度差不一样 它呈现出来的 绝然不同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 这里面有很多 很好玩的东西 所以单单从这边呢 我们稍微都可以计算一下 好 那你现在有energy了 请问一下它的状态有什么 你可不可以算得出来 把这个K值丢回来这个地方 丢回来way function里面 way function在哪边 在右边 A跟B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了 因为呢 由 我们已经知道K了嘛 K丢进来 是不是就可以知道A跟B的关系是 A跟B的关系是一旦知道了 我们呢 就可以知道它的State的方式是怎么样 你就可以把它求出来 OK 那有 那求出来State的方式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基本上还是要回到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双峡峰 或者是指甩子的例子里面 它有很多个状况 假设我真的只有一个电子 我有可能处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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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有可能 只是我一旦处在这个状态下面 我就处在这个状态下 OK 好 那我们呢 下一次呢 我们再跟大家讲 微方学我们解完之后代表什么意思 谢谢 谢谢